拿出手机给爱犬拍了张照片 然后四处张贴寻狗启示 实际上他是借机在观察一个人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发现目标每天都会以80码的时速经过此处 而他只要击中对方的汽车左前轮 司机就会下意识地诱打方向撞到路边的汽车 他将这些数据详细记录下来 隔天目标再次出现 男人当即开了一枪 结果如他所料的一样 车子撞向路边的货车当场发生爆炸 虽然任务顺利完成 可他却面色铁青 因为大火烧死了一个无辜的女人 他刚才骑士看到了那对母子 但没想到他们会走向事故地点 他作为顶级杀手的原则是不能分心 男人慌张地回到住所 下车后忍不住痛哭起来 强哥虽然是一名杀手 但他杀的都是罪大恶极之人 女人的意外身亡让他万分愧疚 于是他决定退隐江湖 这天杀手公司的老大拔叔找到他 并给他安排了新任务 强哥本想拒绝 拔叔却说干完这一票就还你自由 无奈强哥只得答应下来 但这次的任务很特殊 没有目标的照片和详细信息 只知道对方下午五点会出现在一家餐厅 并且有个奇怪的名字 白鹤 最后一个任务他必须小心谨慎 强哥为爱犬留了一袋狗粮 接着出发前往任务地点 到达餐厅之后 他先是拍下了附近所有车牌的照片 然后才慢悠悠地走了进去 餐厅里的人并不是很多 他快速观察了一下在场的人 胡子哥一脸老实样 但夹克明显隆起 应该是戴着枪套 旁边的一对情侣神情紧张 男的身体前倾 可能腰上也别着枪 唯一正常点的就是服务员 强哥刚才在加油站见过他 他找了个能观察四周的地方坐下 然后故意试探服务员 看着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 强哥彻底放下了戒心 接着他用手机查询刚拍的车牌信息 那辆吉普车是服务员的 但外面还有三辆车 胡子哥开的可能是灰色福特 剩下两辆车是这个情侣的 说明他们成为情侣的时间不长 也有可能两人不是情侣 而时间也来到五点整 情侣中的女人突然站起身朝他走来 他吓得赶紧准备掏枪 但女人只是走向了厕所 没一会又进来一名警长 彻底打乱了强哥的计划 时间也过去了15分钟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 强哥决定将他们全都干掉 接着他离开餐厅 坐在外面的车里等候 很快小情侣出现了 但他们并不是强哥的头号目标 而这个盖枪的胡子哥是最可疑的 强哥在后方一路尾随 跟着对方来到了一家汽车旅馆 然后他借机直走老板 顺走了胡子哥房间的钥匙 等到他出门的时候 强哥偷偷溜进屋内 在酒杯里放了点阿伟的哥哥 还有一些不明的粉末 两者混合在一起能引发心脏骤停 很快胡子哥回来了 但他并没有发现躲在暗处的强哥 直到喝了一口酒才察觉身后有人 可此时已来不及了 强哥逼他将剩下的喝完 胡子哥只能照做 随后他的心脏一阵剧痛 倒在地上领了盒饭 强哥拿走他的钥匙 在他车里一阵搜寻 但没找到有关白盒的线索 不出意外的话他杀错人了 接着他又返回餐厅 这时服务员小美准备下班 可他似乎对强哥很感兴趣 言语中透露着想发生点什么 强哥心领神会 留下地址便转身离开 没一会小美找了过来 然而强哥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翻起了他的包 这下把小美整无语了 包里并没有可疑的物品 小美很是尴尬 穿上衣服便准备离开 不料外面下起了大雪 于心不忍的强哥留下了他 趁他睡着的时候 强哥来到那对情侣的住处 他悄悄潜入屋内 正好遇到了从厕所出来的女人 枪声惊动了房里的长毛 强哥刚准备干掉他 结果被女人骑在身上 就在两人扭打之时 长毛毫不犹豫地开了一枪 却意外打中了自己的女友 强哥趁机将长毛解决掉 随后在他口袋里 发现了同样的纸条 上面虽然没写白河 但时间和地点都一样 难道他们也是 执行任务的杀手 现在没时间多想 他将执钱的东西拿走 伪装成入室抢劫的样子 然而枪声吸引了 刚才在餐厅的警长 趁他进屋搜查的时候 强哥赶紧溜了出来 他在警车后方 发现了一个携手印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具尸体 而这人才是真正的警察 那说明警长是个冒牌货 他钻进车底破坏了刹车系统 果然警车撞到了树上 强哥故意开车经过 趁其不被一枪解决了对方 再次回到旅馆时 小美已脱了衣服在等着他 男人一觉醒来 无意中看到了小美的证件 他好奇地拿过来查看 发现上面的名字正是白河 强哥万万没想到 小美才是他的暗杀目标 突然他想起刚进入餐厅的那一幕 小美扣子上有明显的血迹 还有刚贴上去的名牌 这些细节自己居然漏掉了 此时小美已拿枪对准了他 原来他才是真正的白河 他是接到拔书的命令来干掉强哥的 也是最先来到餐厅的 在解决了所有人之后 他将尸体扔进地下室 接着装成服务员等待强哥出现 没想到这时来了很多杀手 而第一个女人确实是无辜的 是长毛过来搭讪他们才做到一起 强哥没想到自己才是猎物 随后小美将其他人一一劝退 在劝完贾警长又给长毛留下了威胁纸条 让他们把强哥留给自己解决 得知真相的强哥有些无语 而小美也准备干掉他 不料这一枪打空了 原来强哥早有准备 他卸下了枪里的第一颗子弹 之所以没有全部卸完 是因为他已厌倦了杀戮的生活 他把选择权交给小美 但小美还是扣动了扳机 随后他给拔叔打去电话 他告诉拔叔任务已经完成 拔叔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强哥曾提出想要退隐江湖 而拔叔需要支付一笔高昂的退休金 他舍不得花这笔钱 所以才设了一个局 这些杀手相互都不认识 目的就是让他们自相残杀 最后只用付一个杀手的工钱就行 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 事情都处理完之后 小美开车来到强哥家里 他给强哥的爱选喂了一些狗粮 等他吃饱后小美举起了枪 但犹豫了片刻他还是下不了手 而强哥虽然摆脱了厌倦的生活 却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电影也到此结束 每部电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既然你能看到这里 那不妨再往前一步 点个赞观的主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